酱牛肉 卤猪蜂 卤肘子 一锅出 想死你们了 首先咱们把这个牛肉切成差不多大小的块 然后咱们加清水 给它浸泡两个小时 因为咱们这个牛肉是不焯水的 所以最好拿清水把这个血水给它泡出去 牛肉泡好以后咱们加葱姜 料酒 用咱们家炒菜这个勺子 来上它两勺生抽 蚝油半勺 再来半勺黄豆酱 戴上手套 咱们给它抓匀 腌制三个小时 或者腌制一个晚上 让它入入味 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个猪蹄和猪肘子 在卤之前一定要拿火给它烧一下 没有这喷枪 咱们就用燃气灶烤一下 或者是谁卖给你的 你就让谁帮它烧一下 不烧不行 烧一下一个 是为了去掉它残留的鱼毛 就残留的小毛茬 再一个这玩意一辈子它也不穿啥鞋 那又油泥味 你给它烧一下 再给它洗干净 刮干净的时候就没有那种腥气味了 吃起来就更香了 这家伙你给它再这么一洗 你看这干净不 猪蹄和肘子 咱们最好给它冷水下锅 焯一下水 开锅以后咱们煮个15到20分钟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咱也别闲着 准备点大块葱姜 花椒八角 香叶桂皮 干辣椒 这个干辣椒一定要放 无论你能不能吃辣的 你记住了 这点干辣椒对于那一锅汤来说一点味都没有 但是能让你的肉变得更香 然后这些料呢 咱们可以稍微多放一点 多放一点料味稍微重一点 总比没有料味好吃 所以说稍微重一点料味是没毛病的啊 家里边调料全的啊 咱们再准备点肉扣 白纸 小肥香 如果说咱们这个肉扣白纸小肥香没有的话 只放这五样也是完全可以的 那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这个也不用放 这些也不用放 那就是准备两包 咱家这个卤肉料包 用它去卤就完事了 现在呢咱们把这个焯水的猪蹄 还有猪肘子给它搂出来 然后咱们锅里重新换点水 再把这猪蹄肘子都给它放回锅里边去啊 还有咱们腌好的这个牛肉 这牛肉是不焯水的啊 然后咱们再加点料酒 先给它煮上 别的什么都不用放啊 先不用放 为啥咱们这个锅里啥都不用放呢 因为咱们要把料给它炒一下了 把料炒香了 你再入回肉 嘎嘎香 咱们先在锅里加一勺一勺油 油热以后咱们放入葱姜 给它炒出香味 这个葱姜炒出香味以后 再放入准备好的香料 如果是用卤肉料包的话 就把卤肉料包拆开 放这边炒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再单独放这点干辣椒就完事了 因为咱那个卤肉料包是料必要全的 你要不想炒的话 卤肉料包直接扔到锅里煮 照样老香了 料炒出香味以后 加上一勺黄豆酱 等到咱们能闻到酱香味的时候 顺着锅边 淋上一勺生抽 或者咱家的酿酥酱油 把酱油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再来半勺蚝油 一勺冰糖 没有冰糖的咱们用棉白糖也可以 咱们用小火慢慢熬 熬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把这香味给它熬出来 这回咱们再把这个炒好的香料 倒到大锅里边 一起给它煮上 再说一遍啊 如果用这个乳肉料包的话 这个料包不用放在炒 炒一下也可以随便 然后你要不炒的话 就这东西 给它摟到锅里边 就完事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整点老抽 把这个汤的颜色给它调一下就行了 还有一点啊 别忘了放点咱们提前熬好的这个糖色 这个糖色不会熬的啊 昨天刚给你们发的这个视频 就在我上一个视频呢 你们去看一下了 放点糖色 卤的肉啊 更鲜亮 更好看 这个汤的颜色啊 咱们基本上调成这个色就可以了 最后呢 咱们再加盐 盐要适当加啊 你那里边的生抽啊 老抽啊 黄豆酱啊 都是有咸味的 所以适当加 但是你别让它淡了啊 这个汤你要是整淡了的话 那你肉卤进去味儿 那可就不好吃了啊 盐放好以后 咱就扣上盖 哎 慢慢炖 炖多长时间呢 两个小时左右 用筷子一扎 这么扎透就行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 你看这火了没有 要用小火啊 保持中间这个水啊 烧一番花 哎 咕嘟咕嘟咕嘟 你小火慢慢煮的行 你别找到大火 哇哇哇哇烧开了 你烧的太开了 即使你煮烂了 它不入味儿 就这种小火慢慢煮 哎 熟的快 烂的快 而且还入味儿 啊 嘿嘿 空中不干 记着啊 用筷子一扎透就可以了 时间关系啊 咱就直接给大家看成品了 这就是炉好以后的样子 哎 这玩意儿炉好以后啊 咱们最好是在汤里边 给它泡上一个晚上 这样啊 能让它更入味儿 这大肘子 你是做个回烧肘子 扣肘子 还是做个凉菜拼盘 没谁了啊 再看看咱们这个酱牛肉 哎呀 这切成薄片 配点点蘸料 这过年不又是一盘菜吗 这大猪蹄子 掰不掰吧 这不还是一盘菜吗 哎呀 这小颜色 就这颜色啊 咱们没加任何的色素 哎 就用老抽和糖色 就煮成这样了 啥也不说了 过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您和您的家人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